2022台北国际旅展今天来到了第三天 配合低碳永续的主题 饭店业者是也力推环保 像是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 不提供一次性的备品 每个房间是用环保绿水壶来代替瓶装水 业者也寄出双人房 团购买六送衣 平均一晚只要4000多元 销售成长了五成 另外在关西六福庄 也推出三人入住肯雅绿地楼中楼 让大家可以体验水屯军喂食的好康 每晚只要8800元 也吸引亲子客抢买 依照碳的排放量 然后把我们从高排到低 旅展看板 依序贴上飞机机车载道脚踏车 小小游戏邀请民众成为环保永续旅人 扣合2022ITF旅展低碳永续主题 残展的饭店业者也积极力推环保 搭着小船游和 一边欣赏西班牙风格建筑 花莲理想大地饭店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趁着旅展业者打出全年最大优惠 双人房住宿券团供买六送一 从原本一晚一万多元 团供价降到四千多元 下杀四五折 旅展前两天摊位有六成消费者 都是冲着他而来 不用一次性的包机器被品 那我们每一个房间 全年度都可以减五百元 一年平均减少了18万的一个宝特品 同样响应环保的还有关西六福庄 三人入住肯雅绿地楼中楼 除了赠送早餐六福村门票 还能来个水屯军喂食体验 再送你环保杯跟被品包 原价两万七千多元 直接下杀三二折 只要八千多元 吸引不少亲子客抢买 目前的展场业绩的话 我们第一天有上看到四百万 那昨天呢更是到四百七十万左右 台湾好乐园 全馆888 门票免费送 四米高的巨大摩天轮 就像置身儿童乐园 由观光局跟台湾观光游乐区协会 打造的台湾好乐园 找来十八家游乐业者 推出好康优惠 游戏互动还能免费拿木筑望远镜 业者冒足全力 立拼截封后的观光复苏 近日李苏玉林一新台北报道